电梯坠落时跳一跳能够救你一命吗 很多人可能都听过甚至是想到过这个有趣的问题 但至少就我所知啊 还没有人真正这么去试过 原因很简单 电梯做了一切他能够做的事情 来防止上面说的情况的发生 所以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哪怕你天天都在坐电梯 也不一定知道的小秘密 以及当你真的成为世界上那个最倒霉的人之后 在坠落的电梯里面究竟该不该跳呢 目前最常见的电梯是钢篮式电梯 让我们想象一下原理应该很简单 将钢篮的下端连在电梯的轿箱上面 上端则绕在楼顶上的电机上 当电机朝一个方向旋转时 轿箱上升 朝另一个方向旋转时轿箱下降 啊跟我用筷子绕面条的方式很像 只不过区别是面条很轻 而电梯嘛 即使不算上你呢就已经够重了 要是只用电机在那使着蛮劲拼命拉的话 不仅很不节能 而且很快也会让它冒白烟脑拔工 实际上楼顶上的电机 只是起到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 真正能够让轿箱轻松上下的是挂在钢篮另一端的配重 你一定见过它 就是当你坐上商场里面的透明电梯往上走时 看到的那个从你眼前晃过 但是却往下走的东西了 它通常是电梯满载重量的一半 所以能够起到很好的平衡作用 让电机只需要轻轻的引导 稍微向左或者向右打破这种平衡就可以了 在跟你想象的一样吗 一旦电梯动起来啊 电机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精确的控制那个正在往下走的东西 另外不管是轿箱还是配重 它们都被安装在电梯井里面的导轨之上 这样做的目的不仅是为了防止它们来回摆动 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套备用的安全措施 当电机出现故障 轿箱上的制动器可以像汽车刹车那样牢牢的捏住导轨 利用摩擦力使轿箱减速停住 与此同时顶部钢篮的制动器也会立刻释放 利用液压前住钢篮 防止轿箱进一步的下坠 钢篮会被扯断吗 理论上其实只需要一根钢篮就完全可以支撑住电梯的全部重量 多出来的那几根纯粹就是为了多上几道保险而已 好吧 再极端一点 它们都断了 或者是钢篮的刹车出现什么故障了 怎么办呢 还是不用担心 因为所有的电梯都安装了专门的故障保护装置 就在顶部电机的旁边 还有一根钢篮在拽着轿箱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完全独立于电机的牵引系统 当电梯工作正常时 它很顺从的一起跟着缆绳转来转去 但是发生异常的话 比如脚箱下降的速度过快时 它里面飞轮上面的钩子就会在离心作用下往外甩开 从而勾住内圈的脊轮 及时的杀住下坠的脚箱 再一次你只是虚惊异常而已 我们一起来算一算 电梯一共有几道安全保险 多出来的钢篮 脚箱上的刹车 紧急钢篮制动器 故障保护装置 还有一个忘记说了 在一些电梯井的底部 还有专门的缓冲装置 于是再加一道保险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电梯才是你上下楼最安全的工具 甚至超过了你自己的双腿 统计表明上下楼梯滚下来的概率 远远高于坐电梯出事故的概率 好吧 即便如此 我们还是可以讨论一下 万一真的被你给遇到了 你该怎么办呢 回到视频当中的第一个问题 要不要跳 我们可以先做一道简单的物理题 然后你再自己来决定吧 考虑到轿箱在电梯井里面下坠时 由于空气阻力的作用 所以不可能真正达到只有落体的速度 也就是说你不太可能会失重飘起来 但确实会帮你减轻一点重量 记住这点 稍后我们会用到的 所以在综合计算之后 如果你坐的电梯是从150米的高度 时空落下的话 那么最低的速度大概是41.3米每秒 相当于绝对知名的每小时150公里 那么要是你恰好能够恰准时间 在最低前的一瞬间跳起来的话 能够抵消掉多少的冲击力呢 如果你是运动员 并且是在一个静止的地面上跳起来的话 瞬间速度可以达到2.45米每秒 但电梯在下坠减轻你重量的同时 也减轻了地板对你的反作用力 于是你跳起来 速度只剩下了一半左右 也就是每秒1.3米 好吧 恭喜你 请在41.3里面减去1.3 你的落地速度成功的减少到了40米每秒 虽然同样是死路一条 但好歹做出了最后的挣扎 不过你既没法算到准确的起跳时间 又不太可能拥有运动员般的强健腿部肌肉 而且即使那样你也看到了 没啥用 那到底该怎么办呢 有人说靠墙半蹲 不行 你的腿和脊柱都受不了那么大的冲击力 根据MIT神武医学工程中心 一位教授给出的建议是 尽可能的让自己平躺在地板上 这样做的目的是 使冲击力最大程度的均匀分配到你的身上 同时也能够避免你的身体的一部分 成为攻击另一部分的高速炮弹 好吧 看样子 这个最没有用的防身术 你应该是学会了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 让科学更有趣 感谢观看